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2023年12月29日 九位军队大佬突然就没了人大代表的身份 2024年1月8日 习近平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 提到了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 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 他还强调了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性 很多网友不禁要问 中共那么庞大的军费会不会有不少被贪污了呢 如果稍微算一算 我们会发现达到上将级别的 竟然贪污了上百亿的大贪官 这数字还只是一个上将的贪腐数字 如果纵观整个军中的贪腐 涉及金额或将达到上万亿元 今天这期节目 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中共的军费开支 就像是悬疑剧里的隐藏线索一样 表面看起来一回事 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 他们公开的军费数字 往往比实际的少了好几个零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似乎更靠谱一些 根据这个研究所的资料 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 中共的军费从331亿美元 飙升到了1451亿美元 总计花了7788亿美元 再往前回溯十年 从1993年到2002年 中共的军费总计大约是1812亿美元 也就是说 后一个十年的军费 是前一个十年的4.3倍 在这20年间 军队是江泽民的地盘 而贪腐问题也如同野火一般蔓延 比如 古俊山这位中将 2007年开始负责军队的基建工作 后来升到总后秦部副部长 他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被查出的贪污和受贿金额就有6亿多元 还有300多处房产 以及保养了23名情妇 最让人咋舌的是 被查出的黄金足有400公斤 要知道 这只是一个中将的战果 想想看 如果是上将呢 这军费成了巨额贪腐的温床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2014年被查实 他那2000平米的豪宅地下室里藏着的现金 竟重达一顿 那时候 中共军队关节晋升 仿佛有个明码标价 连涨20万 营涨30万 团涨100万 往上走 市集需要100到300万 军集要500万 大军区集的价格 更是高达1000万 这简直就是个公开的秘密 习近平上任后 就像是开启了一场大型清洗行动 他以反腐败为名义 打掉了至少160名将军 包括徐才后 郭伯雄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以及张扬 黄峰辉 王建平等高级将领 这场行动的规模和力度 就像是在军队中 刮起了一阵反腐风暴 习近平这招真是大胆 他破格提拔了一大批将军 这些新面孔 像是上台就带着风云变色的架势 但说来也怪 就在2023年 军队贪腐案又像是定时炸弹一样爆发了 这情况就像是换了马甲的旋风 新的将领们上来后 贪腐的问题依然如故 这就让人想到 不管是谁在位 似乎总有那么一股难以根除的力量 在背后推动着贪腐的巨轮 习近平虽然努力 想要翻转这种局面 但看起来 这场斗争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和艰难 这些新晋将军的提拔本是想带来新气象 没想到风暴却依旧在军队内部肆虐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共的军费开支 简直就像是坐上了火箭直线上升 2013年时 军费大约1660亿美元 但到了2022年 这数字飙升到了2920亿美元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从2013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 中共的军费累计高达22604亿美元 比较一下 从2013年到2022年的军费 是2003年到2012年的近三倍 甚至是1993年到2012年20年总和的2.35倍以上 这样的增长速度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随着军费的激增 可供贪腐的金额自然也水涨船高 中共的国防白皮书显示 军费开支主要分为三大块 人员生活费 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 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人员生活费用在军官 文职干部 士兵等的工资 保险 火石等方面 训练维持费则涵盖了部队训练 院校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消耗 而装备费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 采购 维护等 在习近平上台后 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军队的装备有了显著的增强 比如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 都是在它上台后开始大量服役的 海军方面 25艘052D型驱逐舰 8艘055型驱逐舰 40艘054A型护卫舰中的24艘 以及山东号航母和福建号航母 这些都是2014年后陆续加入服役的 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 从2012年的三艘 增加到2014年后的六艘 中共空军的装备升级也是相当强劲 以主力战斗机殲16为例 自2015年起服役 如今至少已经有262架在服役 而更先进的殲20战斗机 从2016年开始服役 至今至少有140架 这么多的新装备 花费自然是天文数字 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 可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 但话说回来 这也意味着贪腐的机会和空间 同样前所未有 那些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军队将领们 可能会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因为在如此巨额的资金流动中 稍不留神就可能出现侵吞 挪用等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 军队的现代化 不仅是技术和装备的提升 更是对管理体系和连接度的巨大考验 毕竟在金钱和权力的游戏中 诱惑总是无处不在 而抵御这些诱惑的力量 则是决定一个军队真正强大的关键 简单推算 从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 中共军费累计约为2260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6.49万亿元 如果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有20%的军费被贪腐 那么贪腐金额大约是3.3万亿元人民币 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 至少晋升了74名上将 这些人都是军队的关键职位 如果他们真的参与贪腐 可能会占据贪腐金额的大头 再加上其他继续留任的少数上将 和军工企业的关键人物 假设总共有100人 如果这100人分掉了贪腐总金额的一半 那就是1.65万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人大约165亿人民币 这样算来 即使是按照保守的估计 中共的上将们 每人可能都是100亿元级别的大贪官 而剩下的1.65万亿元人民币 则可能被更多的中将、少将瓜分 这些人也很容易就成为一员级别的贪官 这样的数字确实令人震惊 它不仅展示了军队贪腐的严重性 更反映出在巨额军费的背后管理和监督的巨大挑战 当然 这些都是基于假设的推算 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无论如何 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来思考和评估现代军队管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先来说说火箭军吧 以中共的东风26和东风21导弹为例 这些导弹的数量和制造成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东风26导弹的制造成本约为2.5亿元人民币一枚 而东风21地的成本接近2亿元人民币 更不用说东风41战略和导弹 据称每枚成本至少6亿元人民币 在这样高昂的成本背后存在贪腐 主要手法可能是通过外购材料 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的巨额回扣 或者通过空壳公司转手 变相加价和中保私囊 这些导弹的制造过程涉及到许多特殊材料和高精度组件 如弹头部分的耐高温高压材料 陀螺仪 芯片 传感器的 这些往往需要从国外进口 在美国等国的制裁下 获得这些高端部件的成本和难度更大 进口舰的多次加价和转卖 可能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高官们控制 火箭军的上层也可能参与其中 导弹的成本中 按保守估计 可能有20%至30%的资金被挪用 而火箭军虽不直接制造导弹 但其研究院会参与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的采购 而装备部则参与导弹的交付和鉴定 在这样的体系下 一旦所有相关人员都涉及其中 即使存在问题 也可能被掩盖 这种情况下 火箭军的将领们 对中共导弹的真实水平 可能心知肚明 如果导弹在实战中表现不佳 那么背后的贪腐问题 将会迅速暴露 因此 这些将领可能并不希望真的发生战争 这也可能是他们所谓的切战心态的来源 过去十年里 中共火箭军的发展可谓迅猛 导弹旅数量翻了一番 达到至少四十个 这还不算 还新建了大量导弹基地 规模之大 看比大型民用住宅小区 甚至规划和建设水平更高 每个基地不仅包括发射车库房 燃料和爆炸物储存库房 还有指挥中心大楼 训练营地 普通士兵营房和军官住宅等 占地面积巨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 基地的建设成本自然高得惊人 不仅地面部分 地下工程可能更为重要和复杂 尤其是核导弹基地 核弹头的储存 维护和定期检测都需要专门的设施 中共的核弹头数量已经增加到500枚 正在多地兴建核导弹发射井 耗资更是难以估量 从贪腐的角度来看 这样庞大的建设项目中 建材 设备 施工承包等方面的巨额回扣 可能是贪腐的重灾区 比起民用建筑 这里的油水可能更为丰厚 再加上火箭军日常设备 核设施的维护 训练等方面的费用 贪腐的空间和机会无疑是巨大的 这样看来 火箭军被一窝端的情况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中共的王牌军种 贪腐的金额可能也相当惊人 在这种环境下 火箭军将领们可能更多的是 关注内部权力和财富的积累 而不愿意真的投入战争 这种情况下 火箭军的战斗力和实际作战能力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种状况 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再来说说海军 中共海军的发展与装备更新 在过去几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自然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 据外界评估 一艘补给舰的造价约为20亿元人民币 054型护卫舰超过30亿元 052D型驱逐舰超过40亿元 055型驱逐舰达到60亿元 而山东号航母的估计造价 在210至270亿元人民币之间 这些海军装备的制造 为大连、江南造船厂等 带来了巨大的项目和资金流动 在这一过程中 新建或扩建厂房、船物 以及采购新的设备等 可能都是贪腐的温床 舰载雷达、声纳、传感器、通讯设备 传动系统、航行控制系统 以及各类导弹的关键零部件 很多都需要进口 这在贪腐的过程中 同样可能是关键环节 在军舰、潜艇的接收和鉴定过程中 海军和装备部的官员 也可能涉及贪腐 此外 中共海军新建的军事港口 人员扩充 营房和训练设施等 大规模建设项目 其贪腐规模 可能与火箭军相差无几 日常维护、检修 以及出航时的油料 和生活补给品消耗 这些开支也都是巨大的 例如 一艘军舰如果一年出航数月 油料消耗可达数百万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 虚报数量和倒卖油料 可能是贪腐的常见手段 再来说空军 歼16、歼20等战斗机的大批量生产 为沈阳、成都飞机制造厂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这些战机的雷达、飞行控制系统的芯片 和关键部件、精密生产设备的采购 很可能成为贪腐的重灾区 据说 歼16的单价甚至与美军最新的F-15EX价格相当 达到8000万美元 歼20的单价可能超过F-35 即便中共生产飞机的劳动成本较低 但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和设备 再经过多次转手、加价、回扣后 其最终成本可能高出数倍 与此同时 中共空军新建大量机场和配套设施 其中的贪腐规模可能远超民用机场建设 前空军司令丁来行的落马 据传与北京西郊机场工程腐败案有关 而说到陆军 中共陆军虽然规模庞大 却可能是相对较穷的军种 但考虑到其近百万人的规模 军服的采购和供应 就是一个巨大的开销 此外 日常食材供应 训练基地和营房建设 武器和车辆的采购 维修和燃料供应等方面 都可能成为贪腐的漏洞 再比如 中共战略支援部队 掌管着航天设施 卫星 网络站 电子站 核试验基地等高端设备 这些领域的贪腐成本 更是难以估量 2023年7月31日 据干声为出席 中共建军96周年招待会 及后续重要场合 引发外界对其被调查的猜测 李商福作为战略支援部队首任参谋长 其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过去十年 中共军队在高喊现代化的同时 将领们争相表忠 以谋求升迁和个人利益 但俄乌战争 暴露了俄军和俄式武器的真实水平 让人怀疑 在巨俄贪腐的阴影下 中共军队在实战中的表现 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军队的真实战斗力和准备状态 可能与其外表的现代化和强大 有很大差距 因此 我们说 虽然习近平总是文攻武嚇的 对台湾施压 尤其2024台湾大选 结果民进党胜出 这更让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武统台湾的声浪在墙内狂飙 但现实的状况是 习近平想武力犯台 但是没武器也没兵 只能打打嘴炮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